今天咱们就来挑战制作一颗超大布丁 哈喽大家好我是比较奇 现在平时我们都有吃过布丁啊 像那种小小的布丁 我一口气能吃好几个 但是重打1.9公斤一颗的布丁 吃过吗 我叮嘛 这比如说吃呢 见得都没见过 嘿嘿 不爱 不是 咱们不跟它 这就是那个号称1.9公斤的布丁啊 就吃 我肩着 铁圈也没有1.9公斤啊 板子换了我280 不管了 先打开看一下 加哥们 谁懂啊 280就买了个脏 看一下这个里面啊 这个好像是什么料素 感觉有点像那个凉分啊 这个感觉像什么液体 应该是那个果酱啊 最后一张说明书 所以我花了280就买了一包 一丁粉 臭不要脸 但关键是 最后花10块钱去买一包白凉粉 再花10块钱去买一个垃圾桶 有什么区别啊 而且我这个垃圾桶还比较大呢 WTF 最近这个智商税啊 真的是越瘦越高了 不知道到年底的时候啊 对于我这个情况能不能退税 我算是搞明白了 首先你得去买两瓶 不要钱的纯牛奶 紧接着把它和这个粉一起放进锅里 霍能霍能 最后再把这一锅大杂烩 给倒进这个桶里面 所以我280 到底买了些什么 连牛奶都是我自己买的 牛奶 倒入牛奶 倒入胡蝶粉 再倒入牛奶 起锅 烧来 我去 倒墨子了 哎呀 哎呦 哎呦 哎关火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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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然后咱们把这个布丁叶啊 给它倒进这个桶里面 就完工了 接下来咱们把它放进冰箱 冷冻10个小时 the next day 哇 哎 没下来咱们 哎呦 还是没下来 历经无数次的摇摆后 哇 哇塞 看到没 真的很大 再给它浇上 栗子小调料 哇 看一下 这感觉 一下子就上来了 浅尝一口 哎 哇 真的好嫩 好滑哦 这个布丁相对来说 确实是非常细腻啊 然后这个表面这个酱子啊 是焦糖味的 真的特别滑 特别滑 像大家也看到这个黑色这个东西啊 呃 其实不是别的 就是昨天吧 一不小心 糊了 这个布丁真的是特别好吃啊 不是想要舞蹈起来 就是那种充满活力的布丁 脑子都有病 如果单从味道来说啊 这个比较高档的场所 280 我完全能接受 最后我想迎试一首 布丁那么大 一口出价好事